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另外国民党提名刺客级的候选人也选中了钱维娟 而钱维娟也已经在日前宣布投入绿军的大票仓来参选五股卢洲还有三重的立委 而钱维娟也特地到立法院去见习 那么他穿的还是非常的运动风 那当然对于这个选情的部分我们看到立法院长王津平 甚至还说好像不是那么容易 我们来看一下这则报道 招牌马尾穿白色衬衫 宽松垮裤配运动鞋 钱维娟一身运动装扮 收度与立委参选人身份 拜访立岳 就像刘姥姥过往大官员 还在常发声推及打架的一场前 停下脚步 个人实在是不大建议是这样子 因为我觉得那个打韩国人我很厉害 打台湾人就不必了 对对对 强调动口不动手 钱维娟想塑造自己的专业形象 还特地来找立法院大家找王津平 钱维娟加油 钱维娟加油 口号喊的李李大拉 但王津平可是卖力帮他排教 连女英雄都说出口 只是以后一旦当选立委 钱维娟还会这么man 勇闯正坛吗 我膝盖两个脚都开过道了 所以穿有跟着 我想可能这个会进两步 那套装呢 套装是有可能的 对 我想这个有些正式的场合是需要 那目前 就是来看考场 所以呢 所以目前的身份还是学生嘛 所以我还是也保留 我现在我自己就是这个样子 穿套装已经是最大极限 要他穿裙子高峰鞋 恐怕让参加15届威廉琼斯杯 提摊天不怕地不怕的钱维娟 大退堂鼓 就是黄文静嘉宇台北 采访我的 好没有开始跑透透 可是已经感觉上呢 针锋相对的意味非常的浓厚了 我们来看这个钱维娟呢 他将会对上民进党的林淑芬 那么这两位女性候选人 他们要大对决 到底谁会胜出呢 林淑芬速估对于这个钱维娟 来势汹汹 不知道他怎么看呢 但是至少他话是这样讲的 他说钱维娟是马一九 用来骗年轻选票的 这个话到底是不是说的太酸呢 那钱维娟他自己又怎么讲呢 他说林淑芬有小辣椒之称 拿来配面最香 而且刚刚我们也看到他怎么说 他说你们都知道 打韩国人我很厉害 但是呢 如果是打自己人 台湾人的话 那就不必了 这个话是不是真的说的漂亮 很有智慧呢 来这个林委员你是前辈 你来先给他打个分数 我非常看好钱维娟 你看他说话还没有进立法院 可是我觉得他讲话 比大多数的立法委员还有智慧 他讲话已经露出疾风 不背不扛 我是非常看好他 林淑芬也是口才非常好 也是够彪悍的 可是林淑芬讲个句话 马一九用钱维娟是来骗年轻人选票 我告诉你这就表示林淑芬已经受到压力了 钱维娟绝对会在年轻人里面拿非常多非常多的票 所以这个是我看好他的原因 就是说人家讲说什么刺客什么漂亮宝贝 我认为所谓的漂亮宝贝 那就表示你只有年诞漂亮 我认为钱维娟不是年诞漂亮不漂亮的问题 是他真的在很多年轻人心目中 甚至我这种已经头发很白的 资深立伪的心目中 他是一个英雄 他这个纵红蓝坛 替国家争了很多的光荣 所以这个人不是空口说大话的人 他是真的是有业绩的 他是有一个很好的背景在那里的 所以他会有票 因为大家还是喜欢运动的这个英雄 运动的英雄 所以我觉得选钱维娟是对国民党来讲 这个是这个金虎聪做很多事我不见得很支持 不过金虎聪做这件事我倒是要赞美他 静平那你还很年轻 你看他能不能抓得住年轻人的心 抓到年轻人的选票呢 首先我要讲说钱维娟 因为对年轻人或许他当然有他的吸引力 但是以林淑芬来讲说他能不能吸引年轻选票 或者是用美貌外貌来看 以我这样的一个这样的一个男生来看 其实钱维娟并不算是外貌协会那种美貌的标准 我不是说他不够美 而是说 你是觉得他太高吧 真的比较高 但是我觉得钱维娟他在蓝坛 他建立了一个形象就是清新 然后专业在体坛上 然后他的一个那种等于是好像篮球大使 就跟当年的郑志荣一样 我觉得他是充满着火力 从我们这个年代过来一直看他 小时候就看他打篮球到现在 所以对于权维娟 他正面的形象是无庸置疑 加上他现在又获得 这个国泰集团的一个支持他 难免会对在那个选区上一次好不容易 就是上次我们也才谈过 在上一次就这一届立委选举 新北市这个地区啊 当时是台北县唯一打胜的两个地方 就是吴谷跟卢州这个地方的林淑芬 当时他对上的是亲民党的柯淑敏 但是他亲民党那时候也是国民党出征 可是不要忘记国民党当时 还有一个杨廉甫也出来了 所以在那个地方大家都一直觉得说 绿大燃小其实不见得哦 以往你可以说是55或45 甚至55波不是没有可能 再加上以钱维娟这样的一个旋风出来 我觉得他要选的那个力道 是一种加成性的效果 不见得好像他出来就没有胜算哦 搞不好这个地方因为钱维娟 不只是国民党在他推出这张好牌也加分 甚至说等于把钱维娟也送金利反应也不一定 所以他今天才笑称说他去来看考场 然后你看他去拜会那个王金平 举手投足毕竟是在那个国际体坛征战多年 他真的有那种大将之风 所以碰到了立委选举 我相信他也不会觉得好像很陌生 只是因为换了一个环境而已 相对的刚刚讲到那个赵世强在大安区 他认为说他自比为是强 那个对手是强棒 蒋乃馨是强棒 然后他说强棒碰到古巴 那我觉得用这个来比喻 我也要还送给他 就是强棒碰到古巴 搞不好真的还是败多胜少 在大安区那个选区 搞不好就是古巴会赢 他如果用古巴来形容蒋乃馨的话 因为在那个地方就真的没办法 而且以往的例子 我不知道我觉得好像是一股魔咒 以前陈毅信代表 多次代表绿军出来选举 不管是选什么民意代表 几乎都是输 我觉得运动明星 几乎转到绿营去出征了 几乎都没有一个很好的下场 但只有蓝的几乎都会上 我觉得很奇怪 我也希望说赵世强如果有机会 能够在大安区能够开出很好的结果 希望他能突破这个魔咒 而不是说跟以前的以往的逻辑这样推 好等一下吴良民也许可以继续讨论 同时也会带你来看今天晚报最新消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